番茄与苦瓜 在番茄酱汁中沉醉 汇出意想不到的独特风味 蜆菜与双菇 以高汤熬煮 鲜甜顺口令人回味 营养保健讲师的健康食谱 在大厨巧手下 变身为养生的抗癌美味 今天的菜单就是 番茄惠苦瓜与蜆菜菇菇汤 现代新宿派 健康带大家来 来欢迎我们的大厨师 凝水蝉叶的 林峰明大厨师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林峰明师傅 拥有十多年的广东菜 台菜料理经验 用心去呈现食材的质感 客人满足的表情 就是他最大的成就 再来介绍我们的这位老师 我们就是乳癌防治基金会 营养保健讲师 柳秀乖老师 老师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柳秀乖资深护理师 拥有多本的保健食谱 目前担任乳癌防治基金会 营养保健讲师 老师来又要教我们 健康概念 所以老师又开了菜单给你做了 是吧 对 好 那么老师今天来教我们的 健康概念是叫做 3D二高 等一下再告诉我们 什么叫3D二高 好不好 那么今天您要做的菜是什么 今天是 讚 又来呢 然后 很赞 都是我很爱吃的 那我们就来看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蜂蜜 蜂蜜汇苦瓜 材料有蜂蜜一个 蜂蜜丸 蜂蜜 蜂蜉 蜂蜴 净蜂蜂一片 蜂蜥蜜 蜂蜂蜜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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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一大盛 蜜蜜蜂一大盛 蜜蜂半 davon 蜜蜜一大盛 香油一匙 太白粉一大匙 盐少许 高汤一碗 好,我们看到了这些材料 那我们就是要请师傅先来做 那么首先你是已经处理好的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浦瓜 浦瓜已经是烫过了 切小小 然后再来就是这些金兰菜 这些食材,切番茄 切番茄 然后再切的时候先烫一下青菜 这个青梗菜先去烫一下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请这个老师 刘老师跟我们讲了 这个3D2高是什么 哪3D、哪2高 第一个是滴油 滴油 滴盐 滴糖 好 高鲜 高钙 高钙 对 其实不仅是在一般人癌症的 或者是像心血管疾病 都是要特别注意到这些食物 常常我们在讲说预防心血管疾病 要吃3D2高饮食 可是错了应该是所有的人吧 对,所有的人都要注意到 这也是的预长 是啊,以前都在讲说是心血管疾病 像我们这种预长的人 然后其实现在包括小朋友都要注意的 都是3D2高 对,现在小学生很多小胖子啊 台湾小胖子很多耶 对 尤其都市区 对,你看学校旁边都是什么 盐酥鸡啦 炸的 霸鸡排啦 还有珍珠奶茶 我那个一杯热量等于说是三碗饭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那我们的滴油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一天的油脂 大概是两池到三池 那这个池大概是15cc的 这边如果有的话 请问是这种池吗 不是,我们有一种粮池 是一种叫做 如果说以家庭来说的话 是喝汤的那种池池 喝汤的汤池大概比较 不要到全满 大概七、八分满 一天 一天几池 一天三池 三池 三池的话你要想到是你三餐 还有你所有的其他东西 甚至于你吃到一些点心 餅乾類 它都有油脂 我们都超亮 绝对超亮的 那就是说你 尽量我们能够在家里吃 我们的油也是用少一点 少油 原来如此 我们这么严格 低盐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学习上讲是说 不超过六公克 六公克 一公克是六百毫克的钠 所以它是两千四毫克的钠 所以它是最主要是钠过高 对,钠过高 钠过高的话,尤其像胃癌 你盐分太多的话 像日本人他们胃癌的几率就很高 他们喜欢吃腌制的鱼 腌制的菜 他们什么菜什么东西都喜欢腌制的 我们还以为它是因为太压力太大 太紧张 不是,他们的口味比较重 对 然后你腌制的盐你知道 它进入到体内 尤其是我们表皮的黏膜 像胃黏膜 它盐分很高的话会腐蚀掉 是 所以它容易造成胃癌 记得,不要吃太咸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说 都没有油、没有減、没有香 是不是 有人说煮料理 没有油、没有減、没有香 老人家都是 都也是这样说,对吗 对 结果现在我们就要滴油、滴盐 但是又要香 所以说你把刚刚这个豆包要剪一下 对 两面煎 那请问老师 像刚刚他要用的我们的番茄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番茄很好的抗氧化,对不对 对,它有茄红素 茄红素 Beta胡萝卜素都有 还有维他命C也很高 一般来讲它在临床上 它对摄护腺癌是非常的好 真的 茄红素 赶快请老师 请教老师 但是它一定要炒过、煮过 对 有人讲过说 芷蓉性它才会释出它的茄红素之类 但是为什么有人说 番茄不可生枝 番茄不可生枝是讲说绿色的 你一定要等到它成熟 绿色的话 你吃的话它有一个毒素在 那像我生吃的话 那我可以就是说 选择像蚝茄蚝蚝蚝蚝 比较红 它一定还是会有绿的 尽量我们选红一点 尽量让它已经变红的 对,成熟度 好,所以说因为网路有一个传言 就是说 番茄生枝有毒 不是 是番茄没有熟有毒 对不对 应该要更正 对 而且要知道 你这个茄红素 它释出来以后 尤其是大的 又比小的茄红素多 我们不是有小番茄吗 那大的番茄 它的茄红素会量多多 所以它选择这个牛番茄 超好的 对不对 好棒哦 这个牛番茄 最红最好 那就是用这个豆包这样子煎 其实还满需要一点耐心 因为你都是小火 慢慢煎 火太大很容易烧焦 要烧焦 为什么要煎豆包 就是要让它 香气 对 有一点香气 所以老师 因为我们也要吃东西 要吃到有点香味 所以豆包这么煎煎 让它有点香气 要是没有煎的 真的真的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香味 我煮的话 我不会煎到很焦 我稍微煎一下就好 稍微熟熟 因为最主要是怎样 我的豆包等一下 要去吸那个番茄汁的味道 它就OK了 你就不要吃它的脆脆的 就吃它的软软的 它的番茄汁、酱汁 还有那个 会有加番茄酱嘛 所以说又要健康 又要好吃 是得要用点头脑 因为我女儿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说健康的不好吃 不会啦 健康还是可以好吃 也是可以 就是你要用一点技巧 OK 所以说现在是把它 先铺在 铺在底下 你要变魔术哦 没有 不在底下 先放在旁边 好 先摆在旁边是不是 好 好 开始 开始了 现在才开始 刚刚只是序曲 现在才开始正式 她居然把豆包煎香 然后放在这个底下 不晓得它要变什么花样 她可能要用淋的 淋上去 所以 看看这个 你开出来的菜单 让我们的这个厨师 去变化 它又要做到健康又要做得好 是 真的是不一样 好 然后 小许的橄榄油 好 一小许的橄榄油 它是这样的 这样一点点橄榄油 这样一点点的橄榄油 一小匙 所以它如果说自己在家吃就比较 不会说是油脂超亮 对 所以谷瓜你一定要参烫过 比较快熟对不对 番茄其实不要非常的熟吧 我觉得是烂一点会比较好 烂一点会比较好 番茄其实它最有营养的是 皮跟肉交接的地方 所以一般有的人会把它烫掉皮 比较厉害 一定把番茄汆烫去皮 其实是撒之后 我们常常听听人家 都会把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都破坏掉 都丢掉 因为它说那个是口感的问题 对 口感 但是就像刚刚讲的嘛 营养的话不见得完全好吃 但是也可以做的好吃 也是可以 其实这是习惯问题 所以说因为小朋友有的会说 那个番茄的皮会黏在嘴巴里面 上面 那如果说是妈妈要保留它的营养的话 是不是就把番茄切小一点 对 切丁 切丁 对 你用番茄炒蛋的切丁 要不然你一大片那个皮黏在嘴巴 真的很不舒服 对不对 吃了吗 水 水 来 比较水 OK 来 水 好 谢谢 它真的这样炒一炒 整个那个锅子 红的 是不是 结合素都会释放 是 所以这是因为 就只有牛番茄才会有 这样的效果 对不对 如果用一般的烏茄番茄 没有办法吃这个 你可以加一些番茄酱 对 加番茄酱 番茄酱不算是加工的 番茄酱它也是番茄去加工的 但是你要看 有些番茄酱它会加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像有时候我们买到有机店的 它都很单纯的 就是单纯的番茄酱 有些的番茄酱 他们说是不是怕它什么纳过高 或者是什么 会有这种顾虑 对不对 对 因为你要保存它一定要多加点盐 对 盐跟糖是一个防火劲 对 这量就会太高了 那香气出来了 对 让它汤汁稍微收干 它是还要收干 不是很怕 还是可以 让它有香气 对 好 那个番茄 感觉起来好好吃 好好吃 其实像这道菜里面 番茄 土瓜 全部都是一些抗癌的东西 豆包我们知道它是大豆去做的 防豆 所以它就变成 它里面有大豆义黄酮 它算是大豆义黄酮 那是我们这个更年期父女的需要的 不仅 刚刚讲到乳癌 大豆义黄酮是非常好的东西 它是植物性的植基素 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的生长 请问大豆义黄酮 我们一天的摄取量 我们吃多少豆包才够 豆包的话 一般我会讲四格的 四格的那个 豆腐 反豆腐 反豆腐四格 它大概大豆乳黄酮是25毫克 那你一天的量不要超过60 那你豆浆的话 一杯240cc 也差不多25到30 所以一杯豆浆 然后两块豆腐 就是四格 四格的 那如果是那种冷冻的话 大概三分之一的 三分之一盒左右 那就有25毫克 对 那你一天的量就说 你不要三三多吃一样的嘛 对啊 你可能中午吃 为了大豆义黄酮 拼命塞啊塞啊 不行 因为大豆义黄酮太多的话 会怎样 对身体也不好 对 量太多 那所谓的量太多 他们有做一些统计 就是说 譬如说你的豆浆 可能要吃到6000cc 对啊 你的大豆义黄酮 那个量才会有影响 对啊 事实上我们是不会吃到那么多 不会 大概随时6000cc豆浆啊 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大豆义黄酮 大概60毫克 其实也容易很容易收取 很容易就摄取到 是不是很容易摄取到 我还以为我们要需要很多量 所以还得去吃那种叫做 大豆义黄酮补充的那个锭 如果说你的饮食上 这些够的话 其实不需要 像日本的妇女 她们得乳癌的几率就很低 对 为什么 她们都是味噌 味噌 味噌里面也有很多大豆乳 味噌加豆腐 哦 豆腐 最主要是豆腐 然后加海带牙这些 然后都是一些抗奶的 抗奶 尤其是抗奶的东西 哇 你看到没有 哇 好漂亮 哇 漂亮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再来就做下一道了 煮个汤吧 蕃茄烩苦瓜 做法是青姜菜 汆烫之后捞起泡冷水备用 蕃茄切块备用 起油锅放入豆包以中火 煎成维金黄色之后 取出切块 铺在盘底备用 原锅再加入蕃茄块 蕃茄酱与100cc的水 汆烫过的苦瓜块与盐 调味酵母粉 拌炒至汤汁收干 最后勾薄茄 并且撒上少许的香油拌匀 起锅和豆包 青姜菜一起摆盘就可以了 那我们刚才的那一盘菜里面呢 已经谈到了第一眼了 那么现在呢 做的这个是汤对不对 对 那这个汤是要怎么煮 这个是现在你已经先煮熟了 有先烫过了 烫熟了 因为这个处理上需要时间 时间比较久 现在花时间煮 对 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切杏鲍菇 杏鲍菇 那请问一下老师 线菜它是需要花时间 线菜其实汆烫有个好处 因为它炒酸含量比较高 炒酸 对 我们大家会担心说吃进去 如果跟有盖子的东西 它会结合成炒酸盖 对 所以一般来讲其实 它应该是要烫一下 烫一下 线菜的炒酸 其实它是深绿色的蔬菜 但是有很多深绿色蔬菜炒酸 比较高 对 像菠菜也是 菠菜 线菜 对 并不是每一种都是 都是每一种 就这几种它有点带一点色味 色色的 对 它有点色味 碰到带一点色色的 就把它先穿烫过了 那像菠菜它这样子穿烫过之后 因为它比较需要花点时间煮 我每次看到菠菜就想到 我妈妈小的时候煮菠菜汤给我们吃 她都煮很久 这样会不会破坏 可能维他命C会破坏 但是它的叶酸其他的还好 不会破坏掉 其他的就还好 因为绿菠菜红菠菜都可以吗 绿菠菜我们现在比较常见 其实红菠菜是营养素比绿菠菜更高 不管是它的钙质 铁质都高 所以您刚刚在讲的时候 我们还要就是二高 高盖 高盖 菠菜有高盖 对 还有一般我们讲的 像花椰菜这一类的也是高盖的 高盖 芥兰菜 橄榄菜都是高盖的食材 然后像黑木耳 黑色的东西 香菇 这些也是高盖的 所以说像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叫做煮熟的这样子的一碗 是我们依天所需的 一般我们讲 蔬菜的份量我们煮熟的话 是我们吃饭的碗是半碗 半碗是 如果是生食的 生菜的话是满满的一碗 叫一份 那我们常常讲说一天五蔬果 那你的蔬菜就是三份 水果两份 那其实真正的严格讲 三份是不太够 你可能要吃到五份 您的意思是说蔬菜像现在这样煮熟的量 这样大概有两份 这样是有两份的 有两份的 所以你一天应该是这样子的蔬菜 最少两碗才够 两碗就四份 四份的最少 应该的 应该的 主持人麻烦你留一个小碗 那我们的金针菇呢 金针菇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抗癌的东西 你不要小看它 有一阵子酸癌菜市场买不到 它里面含有二十几种的氨基酸 而且它含有一种叫做金氨酸的成分 它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金针菇其实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现在看到是吃上面的这些 其实它越接近下面那个太空包 它是用太空包长的 其实你看它那个土的地方 那个地方其实它的营养素是最多的 蛤 那个都 真的真的 丢掉 对 我们都丢掉了 因为那个有一些杂质 像那个太空包的木屑 木屑小石头 那个很难洗 有时候我们就细心一点的葱 过程你把它熬汤 熬汤吃那个汤也很好 好 就是说下次我们尽量把那个底下根部 尽量清洗干净 然后我们切下来把它熬汤 熬汤你把它过滤 你就吃不到 那个煮 耐煮 然后那个营养 营养素又多 好 先学会了 大家记得 所以煮的是线菜汤 对 线菜除了膏盖 还有就是说它是比较寒性的 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 它的纤维脂很细 纤维脂很细 就像刚刚我们也用到青江菜 对 它这两个的纤维脂最细 尤其是生命的老人小孩子 你把它剁碎了给孩子吃 它的纤维比较好消化 好消化的纤维 好消化 对 所以好消化的纤维 菠菜也是 菠菜也是 也是比较好消化 所以它就算是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二高在这里了 高纤维高盖了 很容易就摄取了 然后低糖 那就是这也没有用到什么糖 糖分是这样子好 我们常问其实我们讲的低糖 就是说像你选择刚刚讲到米饭来讲的话 白米它是高升糖的食物 但是糙米它是低升糖 所谓低升糖就是说它吃到我们体面的时候 它会刺激我们的胰岛素分泌 转换 那你白米进去 因为它是比较容易消化 它的血糖就会上得快 是 但是糙米因为它有包了一层出壳的东西 是 我们的消化液不容易消化 它的时间 消化时间就久 血糖就会慢慢的上 所以你吃糙米饭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很快肚子饿了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尽量少吃 精致的白米白面 因为它糖分也高 糖分也高 所以我们要吃比较粗的 对 那因为现在也有研究 就是说你的糖分进到体内 你的胰岛素就分泌 相对的它有一种 就是分泌一种 就是刺激癌细胞生长的 我们叫做INF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糖分在体内也是癌细胞的一个原料 喔 癌细胞好爱它 靠着它长 爱它 对 所以说也是要低糖 那还有糖分吃得多的人 你会觉得很容易批容 为什么 因为你的免疫细胞 就会活动性就会减少 乏容 因为他们有做研究 所以我们说累了 想要吃一点甜甜的 提神其实 提神的话是可以啦 但是你不要一下子吃 那个线菜跟汤是要加布拉肥的 现在我们是加金针菇的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布拉肥绝对没有金针菇这么营养吧 那这边师傅可能用的是太白粉还是地瓜粉 太白粉还是地瓜粉勾芡 是用太白粉 是用太白粉 对 比较建议用地瓜粉 用地瓜粉 对 因为太白粉它其实还有一些化学的加工的东西 现在就怕是这样 对 地瓜粉 那我书上我用的是葛根粉 葛根粉 葛根是非常好 日本人最喜欢用葛根的就有东西 所以是在这个 癌症素食全书这本书里面有谈到 那台湾也有人用那个叫做莲藕粉 莲藕粉也可以 莲藕粉更贵 很贵 但是它是清凉退活的 葛根也是清热退活的 是 餐厅没办法 对 餐厅因为要算成本 那但是如果在家里我们尽量用 那我们用 我是建议用地瓜粉 它会比较成分比较成 好 那这个你看这么多细节都要注入了 那我们就来吃一下吧 好好吃哦 你看就是师傅的功夫好哦 对 好 那我们大家就照这个概念 把自己身体保养好哦 谢谢老师 谢谢大厨师 谢谢 姜切丝备用 干锅爆香姜丝 再加入高汤 切断汆烫的线菜 以及少许的盐 胡椒粉调味 再放入已经烫好的杏鲍菇条 和金针菇 勾芡并且撒上少许的香油 半煮均匀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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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